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感谢一下大赛 唯一指定主机AMD 唯一指定显示器Acer 唯一指定外设品牌赛锐 指定互联网电视播出平台电视猫 唯一指定互联网合作电视 唯一精电视 唯一指定比赛用语跟比赛服饰 迪瑞克斯 指定水品盘版 唯一指定香包赞助商锐动 唯一指定合作网咖 网约网咖 对本届比赛的大力支持 马上给大家带来 Sneak对抗OMG的第二场比赛 然后双方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直接进入他们的番 pick 这个不是你 我还也不是你说了算 因为咱们时间都会卡得非常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蓝色方Snake 然后右边红色方OMG 这边Snake上来先拌掉了锤石 然后拌掉圣 最后一个应该会不会还是大树 OMG拌掉了暴女 就知道Snake的这个暴女 就是就特别厉害 完全一完全就是Snake针对这个OMG的上单 然后OMG针对Snake的打野 确实Snake的打野很灵魂 很厉害的 很灵魂 很灵魂 感觉是非常厉害 然后这边是绊掉了船长 放出了龙王 Snake这边是上来直接拿到了一个劲 先确保我的ADC 然后OMG别人拿到了艾克 艾克 上一局让你艾克打得我很不开心 我没有肉 这局我来艾克 我要稍微肉一点 上一局是 哦 Snake先搬先选 然后这边 这边又拿到了一个蜘蛛 那这样的话是CopySnake上一局的阵容吗 然后Snake copyOMG 然后换了一个男枪 发育型 还换了一个塔姆 还是觉得塔姆相对我选上单来讲会赢 不能给进啊 对 对 这不能给进啊 看到了进 这你进逃出能力差 然后我不给塔姆的话 你进的生存就是一个问题 那你看到OMG先选个艾克就知道 哎 结嘛 现在这个英雄很少登场了 还拿了一个艾克 那我这边上路还热 结 结 结 又确定吗 啊换了 我就觉得结现在上场精力很低 之前是有看过 有一次是结打了中单啊 然后 还啊 那一局好像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对OMG 结现在就是物理刺客的话 现在出登场率都低 因为现在这个中单的话 其实你仔细想想 他也是偏坦克型的中单多一点 然后这边就是他选一批英雄 也是稍微肉一点的一批 嗯 所以这边拿到了一个蜘蛛 还是之前的蜘蛛 还是我就看看 看看OMG这边 打野选了一个男枪 这回我发育了 对吧 我发育了 老鼠 拿到了一个啊 确定了老鼠 还是真确定老鼠了 有点意思 然后这边是拿到了一个泰坦 那这套阵容的话 就是非常明确了 对 就是塔姆 泰坦 再加一个英雄在前面顶 然后老鼠加男枪发育 中路的话 AP的话应该就是 是比较中规中规的 主要就是靠 泰坦 跟塔姆在前头顶 然后老鼠跟男枪在后面输出 Sneak这边是拿到了一个 利桑卓 拿到了一个冰女 我觉得 因为对方现在 没有放出中单游行 然后我自己这边 看看中单怎么配 塔姆没了 我就只能 巨魔或者老牛 老牛跟这个劲的配合 不是太理想 Sneak的阵容好像 喜欢选择控制多的 对 他很喜欢控制多的这个 就控制 控制是一个非常非常 厉害的一点 对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应该 尤其是团控 我觉得更是可以 这杰打利桑卓 是不是有点难打呀 前期的话还行 看一下这边最后一个 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中单 这杰你打利桑卓 前期的话可能稍微好点 一到六级的话就很难杀了 或者我觉得吸血鬼 是不是可以选手啊 吸血鬼的话 他们这边就成型太慢了 对 如果是吸血鬼的话 成型太慢 但是 看一下最后这边 应该是辛德拉想要确定了 辛德拉的话 就前击的话还是能够补的 然后一旦控制住了之后 后面的老鼠跟这个南枪输出 起来也非常的痛快 双方阵容已经确定 这边是站排位 应该排错了 OMG这边 他们的队员排位排错了 然后这边是艾克对抗泰坦 打上单 然后蜘蛛和南枪打野 这边是利桑卓对抗 OMG的辛德拉 然后禁加上巨魔打老鼠加塔姆 我们之前有看过老鼠上枪 但是老鼠的生存环境都实在太恶劣了 那场整道理来说 老鼠我觉得他自己发育跟输出环境是没有问题的 只能说他的队友完全不是老鼠的搭配 前面没有人帮老鼠打 所以说这次我觉得选择塔姆 应该是给老鼠一个不错的环境 对 他这边塔姆加泰坦 就是我前头都是坦克 然后老鼠给他后面输出 老鼠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英雄 但是真的能打出来 这个老鼠应该有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确实还蛮难的 因为还是蛮容易被针对的一个ABC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 到你了 你这什么情况 我总是忘打广告什么 这是送福利 对对对送福利 那个对 那个右下角的二维码已经出现了 然后我们大家可以扫下二维码来关注一下 我们NSD的官方微博 然后转发一下我们的赛事信息 我们每天会抽取微信观众 然后送上我们的赛位鼠标 嗯 没错 每天会抽取一个 然后我们的比赛呢 还有很多天之后还有这个CF 然后还有如实 还有好像还有其他项目 因为我没太看后面的还有什么比赛啊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比赛时间 那你只要每天会抽取一名 请你观众 等到我明天的时候也打算多发几条 哦 好 哈哈哈哈 然后呢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中我们的鼠标了 然后这场呢现在是Snake 1比0领先 然后因为我们是一个BO3的赛事 看看是Snake直接2比0取得了胜利 还是OMG能够立往狂蓝扳回一城 我们也是期待一下 双方这次阵容的话相对来选的是比较科学的 没有是太多的漏洞 没有太多漏洞 像刚才那场就是明显 比较平衡 OMG这边的话是没有一个能够站出来顶的一个英雄 然后到最欲往后打的话 发现对方一个爱客能牵扯太多 而且他们这边的视野 OMG这边视野做的稍微差一点 就是无论是这个大龙啊 还是这个小龙视野都稍微差一点 对方想打的时候 最后一波是直接让对方拖掉大龙 爱客一个人拖住 然后拖大龙 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切 然后这个就比较被动 这局的话应该会注意一下 而且感觉OMG这个打野的话 节奏稍微跟这个 带起来一点 稍微跟这个那个打野的话 节奏稍微差一点 稍微差一点 好 我们就准备就绪 比赛画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双方的分路 还是比较常规 这边这个 Snake还是选的 这个干客型的打野 他的这个Snake干客打野 他的怎么说呢 输出 他的这个节奏掌握得特别好 他就特别喜欢杀人 他很少使发育型 我发现了 他很少使发育型 也是一个激进的打野 对 很喜欢很喜欢去干客 很喜欢 而事实证明 日干客的野生很成功 他打野门枪以及下落的老鼠叫塔姆 慢慢耗吧 你轮我一下 我轮你一下 双方这边辅助这边是巨魔选择了引燃 前妻的话还是想拼一下 这边老鼠因为叫发育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老鼠这边的塔姆选择了 首先选择塔姆保老鼠 然后其次选择了虚弱 就给老鼠一个发育空间 老鼠前期的伤害还是相对来讲偏低一点 可这波消耗老鼠消耗的很成功 因为巨魔不在啊 对 巨魔不在啊 这进上一场也是OMG用的进吧 有两次都是把进一个人撩在了下落 很孤单 对 你看这边就辅助不在 自己的话确实是很被动 身上放毒 这时候巨魔赶过来了 前妻老鼠就生了这个毒桶的话 浩兰是非常快的 看一下蜘蛛这一轮绕后 绝望绝望 看最后临死之间看能不能换 然后对方要闪现 看自己这边是没有舍得交 因为觉得闪现了我也不一定能杀掉 索性我就算了我就死了 欢迎闪现的东西 看这边一有辅助 进的伤害立刻就起来了 就是只要二对二的话 进前期打老鼠不吃亏的 就很少EDC打老鼠吃亏的前期 这样的话 埃克是直接拿到了一个助攻 蜘蛛拿了一些 就这个蜘蛛太感慨了 你看上路你传送过来了吧 我再绕一轮 蜘蛛上来再绕一轮 直接碰住 直接碰住了 蜘蛛这边再次杀掉 二零零前期 泰坦崩 埃克 你看就这么点血 埃克就不到两百血 追着一个满血的泰坦 这个蜘蛛节奏真的带得非常好 然后这个时候就男枪 尤其是OMG这个打英雄 他本来就打杆克的节奏稍微慢一点 然后他还选一发育型英雄 就完全放弃线上杆克了 然后就算我们这边杆克 这个 利桑卓直接走 就出 他只能靠线上英雄晕住 然后埃克这边也是灵活 他很难能够赶得到 上去你就打一套技能 最多打一套技能 然后你就 好 对方队友空住了 就可能杀 队友空不住 再见 而且两次这边都是 Snake帮上单 我先前期帮保你上单的 又去了 踏实的发育 又去了 三次 强杀你杀风 我就是要你杀风 听说 听说你要发育 泰坦好无助啊 这么大的个儿 就是离物这么大 你看两个人轮流抗塔 轮流抗塔 这个人头给 就是要给蜘蛛 埃克就根本没有想要去拿 就完全是保蜘蛛 就是埃克是什么呢 我不要人头 你可以拿 但是泰坦崩了 我自然发育就比他好 没错 我前期我发育就好 然后蜘蛛你再去帮其他路干 就现在你看南枪特别无助 咱野区里不知道他干嘛 就是现在野刷的也差不多了 上路又死了 上路03啊 埃克37刀 自己13刀 这怎么打 三级打五级 埃克到六级之后 泰坦就 闷着了 本来泰坦输出就低 前期我帮了你埃克 然后你就自己发一句 我再去帮其他路 然后蜘蛛这边300回家补一轮装备 他去哪路干个事 直接自己就给线上人打残了 然后队友稍微补点伤害就杀了 你看就 斯尼克这边是巨母 就是他们的辅助 基本上都是去游走的 就过一会儿去中路骚一轮 过去 然后下落ATC 马亭一直是自己发育 就是他们打得差不多了 发育一轮 然后除非感到压力了 赶紧回来帮帮我 然后只要没有压力 我就自己发育 自己发育 自己发育 这样的话他的等级也高 然后中路呢 发育的也好 就可能辅助自己等级低一点 但是还 这可以接受啊 我保两路核心 carry 然后辅助稍微 等级低一点 可以接受 打团的时候两下就 打杀俩人 就蹭俩助攻 等级就起来了 蜘蛛这边还顿上路 这时候看见南枪 哎 这时候过去 发现南枪也在 要撤退吗 但是艾克已经上了 一级能空 完了 这回卖了 艾克这边 蜘蛛 落地应该会死 叫闪现 一个闪跑掉了 还是没死 而且最后还带走了 泰坦 还敢回头浪吗 这个位置 连空手 空了 有 有益的话能杀 有益能斩 能不能益中 益中 斩掉 哇漂亮 自己还是死了 可以可以 这波不亏 这只要益中 就一定能斩 南枪那个血量很低 蜘蛛现在510 所以南枪一直很 就是也是没视野 然后也是没有赶上 看到蜘蛛残血 就是怕他反升溢一下 然后 艾克跟蜘蛛这两个人 就是 就一直跃塔杀 恶心在什么地方呢 艾克扛塔 差不多了 大招 蜘蛛扛塔 差不多了 飞天 就你全都 塔是打不死他们的 他强杀你 轮流一扛塔 你就死了 看一下这边 直接交闪线 还差一下 能黏住 吃得到吗 自己的血量有点低 紧回头就能打 哎呀 这个大招镜打空了 太大 辛达拉过来控一下 直接秒掉 回头那个大招镜打空了 要没打空的话 回头一枪就崩死了 控住一枪 一枪也空了 预判了一下 这边现在蜘蛛 直接配合力脏着 也去控一轮 对方的红buff那边有眼 南枪能看到 看到蜘蛛了 看到蜘蛛了 我以为南枪看到了之后 就不管了 真的不管了 你看见了吗 南枪看到这有眼这么明显 就算了 气了 太坦很难受啊 蜘蛛这边还是飞天想要 飞石子人再次强杀太坦 结果发现没有石头 然后过不去 算了 七级打五级 南枪来乱一颗 直接控一下 看一下南枪那边 南枪跟不上 南枪 南枪说 你看我等级比你高 泰坦也很尴尬 蜘蛛不在 这样的话就等于拖南枪的时间 野区 我这边buff给你打了 对吧 石头没有 F4没有 南枪除了在这混混线 就什么都干不了 他去打野的话成本太高了 但这时候 你要混的话 泰坦就等级更低了 看拖着就拖你 你南枪不能走 你南枪不能走 你有点拖着吧 蜘蛛多烦你个野 就完全这边就是拖着你 你不能走 你给我耗着 反正你杀不死我 然后这边 泰坦回家了 只剩一南枪 发信号直接打算枪插 这边有视野 传送过来 传送过来 这还像吗 还是要直接秒 伤害好高 秒掉了 蜘蛛这伤害 511 511的蜘蛛 但是艾克的状态不太好 艾克这边有大招 你看强行顶塔 就是两边 军他们顶塔 艾克在面边 我不输出 我就顶塔 顶他差不多 你再打这 蜘蛛在里面打输出 就这套组合 就是抓崩上路 抓崩上路 两个人都不会顶塔 就塔下强杀你 本来是泰坦崩 说南枪你过来帮帮我 南枪说行了 我也崩了 我是来帮你 我也崩了 现在咱俩崩 你有没有好受一点 蜘蛛和泰坦 之前是有过感情 纠葛吗 050的泰坦呀 9分钟 050的泰坦 蜘蛛611 这这个蜘蛛 现在下来抓老鼠啊 自己几乎能秒 自己几乎能秒 只要 只要进了一个W空柱 再接一个蜘蛛的E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看一下蜘蛛经济啊 5000 然后南枪那边是3000 10分钟插2000经济 是什么的概念 看一下上单 艾克5000 然后泰坦25000 打2000 10分钟啊 是的 一个大剑都出来了 10分钟啊 这怎么打呀 这泰坦就感觉 你们这有点过分了吧 我每次都是塔下被杀的呀 而且我还有打野在 你们塔下这么光光杀我 合适吗 好 这就开始转战下路了 你当时过来控一下 有打招 有打招 你看都觉得这个塔姆 没必要开打 都没交 没必要开 老鼠这边开打 扫一下 救一下 但是没有意义 这你塔姆回不回 回的话 你下路 你怎么管龙 你回的话 怎么管龙 你不回的话 你这个残血过来 我就连龙带人一块收 男枪过来 男枪过来只能跑 肯定是 我等级比你这么高 你过来试试 我先瞄你 瞄完你又再回头慢慢打龙 蜘蛛这个节奏带着太起飞了 真的太起飞了 我觉得OM这边也是没有想的 看一下这边 男枪 就没有用 你没有空 就完全没有空 而且男枪本来就是需要发育 对啊 这个前期又成这样 他现在伤害也是 不够的 差很远 就这种情况下 其实本来啊 他中路对方打利桑卓 利桑卓一个大招 还是有机会能跑的 而且有一个位移 你上路的话 可能就艾克稍微好杀一点 就艾克稍微好杀一点 然后结果泰坦这边崩了 你艾克也杀不了 现在男枪 唯一可干咳的路线是什么 是下路 但是下路这边 你现在 你没有优势 你只是能去干个 但是对方 如果打野贵 治愿的话 你还是劣势 你没有办法 而且你治愿的话 又不像人家有那种硬控 你下路的话 也没有硬控 也留不住人 人家想走就走 空住蜘蛛 只能消耗一点 就是在没有 下路没有任何硬控 男枪发 很难那么发力 打一套伤害 好 走了 想要抬一下枪杀 你看激攻欲望特别强 直接闪现一页 定着你 你就死了 艾克这前期上路推的太疯了 现在就导致他 其实他现在推到这么疯的话 他就只能去参团 没法吃线了 没有办法去吃线 只能跟着参团 上路这边兵线好不容易过来了 赶紧去吃一波 下路这边老鼠说 我需要很长时间的发育 现在我们两大坦克 已经崩了一个了 又是这样子 有老鼠ADC在的 就是我两大坦克 现在已经崩掉一个了 我这怎么打 中路这边拆掉二坦 呃 外坦 第二个坦 看蜘蛛就完全在对方野区晃晃了 就就 snake这个打野就永远在对方野区里晃晃 哇 这个漂亮 秀了一轮 实力秀了一轮 好 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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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太漂亮了 他就看见新的拉那个爪子 直接就赏了 再见 冰冰女的爪子 对啊 新的拉呀 李桑卓 哦 李桑卓 对 脑抽了 正常 有时候说兴奋了就会说错 现在 现在这边两边中路的话 是新的拉这边100 然后李桑卓是000 两边刀数一样 中路的话现在平稳发育 关键就是野区跟上路差的太多了 两边下落ADC也是比较平稳的发育 老鼠这边略微有点优势 感觉snake这边是在憋着一 憋着一大波 就是前期打成这样子 后期应该是 有想法 下路这边是 现在蜘蛛是就进入了一个发育期 因为中路 中路如果抓新的拉的话 其实蜘蛛是有可能会被秒掉的 传送 没传送走 直接被杀掉了 就是一看打不过了 赶紧传送 没打过 还是没传走 直接被杀掉 这种是最伤的 传送又进CD 自己又死了 我哪怕说复活了之后 直接传送回线的几率都没有 下路直接 传送 下路是 看一下这边扣一下 碰住了 钉住了塔姆 艾克前头顶伤害 大招撤走 塔姆残血没走 没死 李桑桌补一个伤害 没补着 塔姆残血走了 这艾克有点浪啊 艾克上来就残了 交了大招之后 还是残的 然后还上 这边这秒了秒了 你看都不打你 小蜘蛛 我直接追老鼠 我直接小蜘蛛 我漂亮 漂亮 辛德拉的大招就这样没了 就这么没了 真是太漂亮了 就感觉这个蜘蛛好必死了 结果 连控 太大 全没了 老鼠 还插了一个针眼 告诉你 你一定走不掉 现在辛德拉这边 没有大招 没有大招 还是供了一下 飞 想斩 但这个血量稍微有点多 稍微有点多 还好队友补了伤害 这个血量蜘蛛长不掉的 还好进过来补了一个伤害 11比3 蜘蛛712的一水 刚才那个艾克死的有点 二 他穿松过来之后 就瞬间被打残了 打残了之后 大招回去 回到半血 半血了之后 他又上去浪 又顶塔 顶塔之后直接顶死了 伤害可能没算好吧 急了 着急了 16分钟啊 斯内克拿掉了三座塔 拿了一个龙人头 数是11比3 然后拉开了一个6000的经济差 哇 斯内克这个打野 真的是太狡诈了 真的是打野打太狡诈了 进攻性超强 而且目的特别明确 几乎是没有 就是几乎是 我想杀你 就 你就死了 直接控一下南枪 先把buff抢了 就发现完 对方大招直接走掉 我这个 南枪气死了 我有惩戒 有大招 三个人在 你把我buff拿走了 然后你平安无事的就走了 好刺激 然后下路还要丢蓝 直接想要秒老鼠 他们直接蹲掉 老鼠要不是被他们蹲掉了 残了 直接就残了 瞬间残掉 走了 这个大 南枪还要抢一下 再有一秒的输出 老鼠就要死了 双buff全被拿走了 就全都在你眼皮底下拿走了 南枪过来看到的 真是一哭无泪 就是所有buff都是在你眼前拿走的 都不是我偷的 就是让你看着他丢 第二条龙 现在OMG这边有点崩 真的有点崩 他上路这边 泰坦一旦崩了之后 泰坦需要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能够靠杀人怎么样 开锐起来 反正就是能发育 瞬间发育的英雄 他就要需要时间来累积 前期这么崩 他这个泰坦基本上就说 那就五十分钟的时候见 五十分钟之后我就出山了 你给我点时间 蜘蛛的目的非常明确 老鼠一个人还敢来 边上有南枪 看一下这边发信号 想抓蜘蛛 抓老鼠发信号看到了 但是这边我看蜘蛛身上是 没有真眼的 放弃了 这边确实是 一个人在对方的这个范围 另外一个就是没有真眼 老鼠说跑就跑 看一下这边 算你老鼠 老鼠中 哎呀差一点 但是这边伤害已经够了 这要是直接中了 就直接死了 差一点点 还好艾克这个老鼠最后回了一下头 要不然就直接在晕里头就死了 还看见太太太太就没看见走了路过路过路过 看你过来了 我都走路人路人不认识路人 我是野怪我是野怪我是野怪 真的是打不过 太太这个现在这个钱呀06了这在死的话真的跟野怪差不多 就你看现在这个snake这边是就是数据大领先 经济领先 但是经济全都在蜘蛛身上 蜘蛛 经济全都在蜘蛛身上 然后他这边 就说这个经济全在他身上的 怎么说呢 就并不是非常好 其实现场英雄拿到一些经济的话 会对整个队伍来说更好一点 但是好的地方是什么的 对方的坦克崩了 对方最核心的坦克崩了 就是虽然我拿了所有的经济 但是我把对方最核心的坦克打崩了之后 他们的阵型是成不了型的 他们整个阵型成不了型 看一下老鼠这边边隐身 然后开了 就直接冲上来 然后结果发现没有输出机会又回去了 隐身赶快跑跑过来 看了一眼回去了 这个位置老鼠都不知道偷谁 老鼠都不知道偷谁 这个情况 泰塔没起来 谁顶 谁在前头顶 老鼠还是没有输出位 也就塔姆勉强能够顶一下 塔姆也发育的 就毕竟他是一个辅助嘛 装备不能那么 勉强的顶一下 他只能当个附体 下路这边抱团 抓了一个 抓一个下路就丢 看一下经济啊 这边蜘蛛是9000 然后南枪是6000 然后上单这边 艾克是9000 泰坦是5000 这边直接消耗一轮 上路中路 打野跟上路的话 经济差的比较大 其他路的话 其实还可以接受 并不是很多 就几百 关键就是上路这边差距 就是泰坦这个位置 太核心了 他是一个整个队伍的 一个坦克的灵魂 然后他现在崩了之后 整个队伍 整个阵型就站不出 所以为什么蜘蛛不停地在帮上路 对 我就根本不想让你发育起来 没有坦克的话 他这一套阵容的话 其实就有点崩 我就不会给你 时间让你去慢慢发育的 这边还最后 时间快结束的时候 发现了个 眼 哎 两边最后这个大狗都想让 看一下这边南枪 南枪是在野区的 而且里边直接埋伏一样 红霸被刷了 看一下南枪 南枪是忍不住的 南枪 过来看一眼 哎呀 又有人 哎呀 又有人 南枪好气啊 就算我算是buff时间差不多了 他在那个草丛里蹲了半天 哎 耍了耍了 我可以去打了 一过去 完了 又有人 李桑卓这边危险 新的拉这边是没有 没有直接跟啊 这边可能感觉跟的话 李桑卓这边有大招 再把自己大招挡掉 就很尴尬了 你看这边新的拉大招秒谁呢 秒艾克 艾克是肉 秒蜘蛛蜘蛛能飞 秒李桑卓 李桑卓能大 然后只能找机会秒个进 进还在永远站在最后面 够不到的 现在 斯内克这边是 就除非进 站在 整个队伍前排 可能被秒 怎么可能 现在 现在新的拉这个作用真的是非常小了 他能秒的人太少了 而且他们这边 现在新的拉 就说把对方 一套技能把对方打残了之后 老鼠现在还需要一段时间发育 男枪需要发育 补不了后面的伤害 没人能补伤害 现在斯内克这边就很明显嘛 冰女在里面的作用主要就是一个空 或者是后期收大进去吸收一下伤害 艾克和巨魔顶在前面 然后蜘蛛还有这个进 输出 现在蜘蛛都是 蜘蛛说我不太需要配合 现在 我自己就去杀这种了 等他们一减圆咱们就抱团好吗 就只要他们减圆咱们就抱团 等着 减不减圆听我信号 艾克这边就分推 还是这个套路就分推 刘仁 是不是想回去包塔 塔姆是上来踢顶了一枪 这个大就是刘仁 你别想回去包塔 就在这跟我号着 我也不跟这龙 转龙了 转龙了 发信号了 又发了一个上路线的 上线的信号 又去带线了 他们这边是发了一个龙信号 然后估计被队友否决了 瞄他们 听说你现在是队伍最大的肉了 可以开龙了 就泰坦一步行 听说塔姆你现在是你们队最肉的 这个老鼠是只有跑的机会 只能跑 这边是闪现换了一下 南枪那边准备好 时刻准备着 完了完了 要死了 要先死了 完了 没有机会抢龙了 蜘蛛那边 蜘蛛自己打有点费劲 自己打肯定打不了 还是要走 还是要走 自己打打不了的 这边老鼠 看一下老鼠 艾克控一下直接走掉 泰坦一个人在前头顶一顶 伤害很高 这伤害太高了 泰坦就 作为一个坦克 他做到了他该做的 这个龙打不了了吧 双双的状态不好 而且都没有蓝 刚才这所有人都出去 剩蜘蛛一个人 蜘蛛不太敢打 蜘蛛扛龙扛有点伤 这个打的话 其实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我觉得这个应该打的会慢一点 艾克过来了 艾克过来了好一点 但是南枪 南枪这边是赶不过来了 南枪赶不过来 就看老鼠 看老鼠 放一个毒 老鼠没有大招 够不着 打完龙的时候 这边完了 完了完了 还能不能接老鼠 回这儿留一塔摩 W技能定不住了 直接斩掉 这个盾打起来还是 还是收掉了 盾打起来困难 其实我觉得刚才那种情况 就是他那个塔摩开盾 蜘蛛就等一会儿 我等一会儿 等你盾没了之后 我就直接斩掉你了 他这边着急了 就是要 他可能觉得能直接能杀掉 男枪也是很乏力 就男枪现在 我 你坦克站不住 我也站不住 如果不是蜘蛛前期的节奏带的 其实给双方一个发育的时间的话 而且蜘蛛带崩带 就是他抓崩人 他是不是纯抓崩 他是抓你队伍的核心 他是抓你队伍的核心 然后再抓你的上路 他并不是针对你 就抓你上单 是抓你这队伍 泰坦是前面顶的核心 我抓 把你泰坦抓 忘了你整个成形不了 他这个抓是非常机智的 就像之前有那种四保一 打之前打那种四保一的阵容 我就把你那一打崩了 你四个宝吧 你那一都没了 你宝谁去 就这个阵容非常容易受到针对 但其实泰坦 讲道理泰坦这个英雄 真的很不容易崩的 真是很不容易崩 但也耐不住 能有几次上路 这蜘蛛就是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蜘蛛抓了一次 好 抓了一次了 抓了一次就差不多了 就蜘蛛连三抓 连三抓 泰坦就崩了 老鼠这边直接 塔木就走 没有用了 没人了 顶住 林桑卓进去直接打招 秒掉 进这边伤害非常高 613 直接拆一波了 啊 这个蜘蛛太灵魂了 真的太灵魂了 不敢出来 我虐拳了 虐拳了 虐拳死了仨 然后这个 最后啊 在最后28分钟的时候 打出一波S 超级兵直接拆 这都不是小兵 然后经过大能bug的强化 直接拆这样 好的 我们恭喜Snake 这两场比赛 而且打得都非常漂亮 就真的是他们这个打野 太灵魂了 就一个人真的能抓崩 节奏带来起飞 就真的是抓崩对方的一两路 太厉害了 也感谢这么多 今天将队能给我们带来 这么精彩的比赛 这样的话 第一组的决赛就结束了 因为联盟的小组赛 应该就是到今天为止 就全部的都结束了 然后明天呢 还会有其他的项目的 这个比赛 我们今天的直播